我40多年 其实我是一个手机的摄影师 就是生活中啊 遇到很多瞬间美好的东西 都可以马上记录下来 三四天应该拍 拍是拍了好多 马上摆是有的 是人生照片啊 我觉得那就是 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生活里面的一种缩紧 第一站是去了东湖那里 是有人游泳跳水的嘛 长江那里也拍了 就是长江下面 也有人游泳钓鱼的也拍了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在酒店附近走去的 王家乡那附近的老城区 那里面就是拍一下那些人文 那我看到那些很多老城区 都围起来要拆掉啊 还特意问了当地的人 有没有那些老远的 快要拆除的 我就想记录一下 过得几年就没有了 为了给武汉留下一些 一点几钱的画面 放了两天老街了 觉得武汉这个 里面的元素是非常的丰富多样 给我感觉就体现了当地人的感啊 坚韧创新的精神 又有那个开放包容心